才会流血 校长室内金箭有刀 李信校长否认 但确实当天妻子和他都在校长室里 夫妻之间因为小孩的教育问题发生争执 妻子话没有说完转身离开 校长要求他把话说完 拉扯肩地板湿滑 妻子跌倒撞到墙才会流血 校长澄清是夫妻间吵架 事情曝光后教育处揭露了解 校长夫妻一致是跌倒意外 但却和学生目睹有拿刀说法出路 夫妻在校园内大吵还吵到见血 恐怕影响教学 将对募集的学生心理辅导 而引发轩然大波的校长 恐怕面临掉职 三立新闻王浩元台东报道